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届丰田的亚洲龙 这部车出来之后 可以说是把整个B级车市场搞得心风血雨 严格来讲就是把日系B级车市场搞得很乱 又或者说是把丰田自己的B级车的家族搞得很乱 因为大家都知道亚洲龙 它跟凯美瑞同平台的车型 然后它的定价就非常的针对凯美瑞 它比凯美瑞有些车型定价还要低 但是它的车子又更大气 确实这台车空间什么都更大 然后之前袁老师已经拿亚洲龙跟凯美瑞做过一次对比了 具体它跟凯美瑞差别 大家可以去看袁老师视频 但是又有很多人问到我其他的 它跟另一个车对比 我先卖个关子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开完这台亚洲龙的感受 我觉得首先TNGA的平台 这台车的操控其实还是很好的 而且它开起来很轻巧 那摆在我眼前这台是Hybrid版本的 这个动力系统没得说特别的顺滑 又安静又够动力又省油 然后这部车空间真的是相当的出色 整个驾驶舱坐进去的感觉 我觉得档次感中规中矩 因为它有很多材料 其实摸上去不算特别的高级 我觉得普普通通 包括门壁板这种硬度 你看它的装饰感是在的 但是它摸上去的材质不算高级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中控台的这个部分 感觉有点玩具感 而且是一整块的大硬塑料 但是这部车的后座空间是相当好的 来看一下 很长的轴距 然后坐进来之后 座椅也够宽大 腿部空间也相当好 唯一要吐槽的就是中间有一个凸起 这个是丰田TNJ平台都有的 凯美瑞也有 这部车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 真的是又大又好用 又有一定的高级感 还有我刚才讲到那个底盘 其实我最不满意它的是 轮胎的胎罩比较明显 这个是一个Yokohama的18寸的胎 行径中这个胎罩非常明显地 涌入这个车厢里面 但是除了胎罩以外 整个车包括动力系统的噪音 包括悬挂系统的那种稳定感 其实都很好 坐在后座看手机 整个觉得这个车的底盘的质感 都挺不错 所以它其实是有高级感的 我觉得胎罩的问题 试试换一条米其林的静音胎 可能应该会好一点 如果你是这个车车主的话 那还有一点点小的瑕疵 就我发现这台车的做工 感觉是没有凯美瑞那么好的 你看这个地方有点对不上 后面的尾箱盖 我也发现那个缝也是 有时候看到一些 一边大一边小的这种缝 你看这边这个缝是小一点 这边这个缝是大一点 貌似这种东西在丰田车上 我之前觉得丰田给人印象不是这样的 所以也许伊丰在这台车的做工上 还有一点提升空间 那好了 我刚才讲 大家会拿亚洲龙跟凯美瑞比 那买亚洲龙的朋友 也会拿它跟另一个车比 因为我们老说亚洲龙比凯美瑞更高级 那我们说到高级的丰田大轿车 我们就会说什么车 雷克萨斯的ES 所以今天我就找来了 雷克萨斯ES跟亚洲龙摆在一起 当我把两个车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发现确实这两个车有可比性 因为我看了参数表 这两个车的车身长度是完全一样的 轴距是完全一样的 宽度跟高度就差那么几毫米 所以两台车摆在我面前 其实两个车的那种 我们说体量感真的是一样 所谓体量感就一个车 能不能让你感觉到它是一台大车 是一台高级车 这两个车给我感觉是完全一样 包括它们的轮胎尺寸都是一样的 当然我要讲一下 这台ES是一个1260 是一个F-Sport的版本 F-Sport就是雷克萨斯稍微运动一点的版本 所以它用了一个18寸的大轮胎 它配色上也要运动一些 然后这台亚洲龙就是比较端庄一点 可能两个车因为这种细节配置 所以两个车的这种气质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我带大家来看一下真正我发现两个车的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拉开车门的时候 雷克萨斯的车厢给你的那种精致感 那种扑面而来的好材质的感觉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很不一样 这些座椅的皮 还有我给大家看一个细节 这个车你看它的门板缝线固然是好了 它连这个门把手凹进去这个地方里面都是皮的 就你摸进去全是皮 而且是这个软手的皮 然后亚洲龙我刚才说过了 门壁板就没有这种质感 但是两部车的尺寸真的是完全一样 后座的腿部空间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轴距车长都一样 没有必要再去细抠 哪个座椅薄一点稍微厚一点 可能差那么一丁点 但是坐进来我就觉得雷克萨斯的座椅 就是比亚洲龙更舒服 它表层会更软一点 然后这个腿托好像要更高一丁点 关键是你坐进来之后 你所有摸得到的东西都比亚洲龙高级 包括这条安全带 这种质感都比亚洲龙要好 但是这是摸得到的东西 我再带大家看一些 前面当你坐在驾驶位的时候 那个差别 来看一下驾驶位 这个ES的车厢 坐进来真的就是一切东西都是美好的 它的中控台也有硬塑料 但是这种硬塑料就是漂亮 然后你看这个不是皮是吧 但这个是一个特别软的材质 所有东西的做工 然后包括它F-Sport版本的前面的仪表 你看一下 熄火之后它会移开 通电的时候它会这样移过来 这种都是工艺美感 我再带大家看看什么叫工艺美感 你看看它中间的这些按钮 看得到它很细致 你看这个空调的按钮就这么一点点 它是很漂亮的手感 而且你看它这些按钮是扎实的 我这样晃它 这个按钮之间基本上是不动的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亚洲龙 再来看看亚洲龙 同样是中控台的按钮 同样是设计的很工整 但是你看看这些按钮 我去弄一下它 你看到吗 它是松动的 就每一次按上去的手感都不一样 包括上面这些 也是松的 包括这个手枕 你看我手一枕在这 虽然它也是一块皮革 但是它的那种柔软感 跟你的肌肤接触那种高级感 就是不如雷克萨斯 那当然我觉得我说的这些其实都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这两个车的差价其实真的是有点大 有点悬殊 亚洲龙比如说它的2.5车型 它的顶配售价就是25万 24万多 但是雷克萨斯1260 2.5的 基本上中间配置就去到33、35万 然后高配的去到38万 那差了多少钱 差了10到15万的价钱 同等的动力配置的情况下 那这些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 真的就是 只要你一摸 你就能感受出来两个车档次不一样 但是还有看不见的地方呢 那我跟大家讲讲 我这两个车开上来的感受差异 首先我来讲讲这两个个体差异 因为这台是混动的版本 所以这台亚洲龙开起来动力就是很顺滑 然后这台ES260呢 它是2.5的四缸发动机 它开起来呢 发动机的那个噪音是比较明显的 可以说是雷克萨斯让我有点意外 怎么发动机噪音这么明显呢 当然这台车如果是换上 跟它一样的动力系统 ES300H 那个动力系统就没得说了 就好得不得了了 那除了动力以外呢 两个车的底盘的差别 亚洲龙我说过了 操控是转向很轻巧 底盘有精密感 但是胎罩非常明显 但是后座的稳定性其实相当好 而这台雷克萨斯ES260的F-Sport版本呢 它的悬挂调校是跟其他的ES 是有点不一样的 它是偏硬的调校 所以这台车呢 开上来的感觉是比较扎实的 过弯的那种开快的欲望 是超过亚洲龙的 但是当你坐在后座的时候 整个车的那种细微震动晃动 又比这台亚洲龙要更大 那我说的是这台X-Sport版本 但如果是雷克萨斯的ES300H 那个混动的版本呢 其实它的整个车的行驶品质感 跟亚洲龙基本上一样 但是最大的差别是哪里呢 是噪音 雷克萨斯的噪音控制是顶尖的 是世界级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我刚才说过 发动机的噪音有 它这台车其实开起来 轮胎的路噪声也有 但是所有的声音都让你觉得非常舒服 你坐在这个车里面 你在前排跟后排 可以用极其细微的声音在交流 它所有的噪音都是不支扰你的 包括这个环境噪音的隔绝 也是坐得非常好 所以这台车里面 坐在里面开久了 坐久了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舒服 除了说底盘的细微的震动 尤其后座要大一些 但是这台亚洲龙呢 它开起来的高级感 就是不如雷克萨斯 虽然说转向 一举手一投足 动态我很满意 但是噪音耳朵听到的感觉 它就是一台 普通的你觉得 我就是花了20多万 买了一台B级车 是这种感受 但是ES呢 你会感觉 我是花了三四十万 买了一台高级车 我说这个可能有点玄学 因为但凡涉及到 什么绿震啊 静音啊这种 都是比较玄学 但是你真的你来坐一下 你就会知道 ES是那种 开个五分钟十分钟之后 你就在想 我还是挺想买这样的车的 车真的是好车 但是贵不贵 也真的是很贵 现在雷克萨斯的价格体系非常坚挺 别说对比标价了 它完全它在终端还要加价 所以贵是很贵 你看完这台车 四十万 比如说二点五 三十五 三十八万 你再看回亚洲龙二点五 二十五万 配置你去看一下 拉一下配置列表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那你是怎么想的 你想怎么过你的人生 你想说我二十多万买一台丰田 让所有人看我觉得我是一个社会中间分子 我非常扎扎实实地过我的生活 把这个车开个十年八年 十二年十五年都没有问题的 只要国家不让它报废 但是我买雷克萨斯 那种生活美感 那种对生活的讲究 那种精致感 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说为雷克萨斯说好话 我只是想说两个车是不同的生活态度 但是从机械上来讲 我今天其实有一点点惊讶 不能叫惊喜 就是这台车的后座乘坐感 不如这台亚洲龙 但是在静音上 也印证了我们一直的感受 就是雷克萨斯在静音方面 真的是顶尖的水平 这台车真的是好开高级 但这台车真的是够大够实惠